你完全看不懂的商业模式 利润大到吓人 如果我跟你说 你进货30万的红酒 我送你40万的路虎汽车 你要不要进货 一个深圳老板就靠这招 一天收款1740万 净收入812万 这个案例背后的逻辑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点赞收藏 反复学习十遍都不为过 一个卖进口红酒的深圳老板 做了一个活动 只要你买30万的红酒 就送40万的路虎汽车 活动已经宣传 老板仅用一天就送了58台路虎 却收了1740万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首先原本40万的路虎汽车 通过渠道采购 成本价是28万 而经销商进货30万的红酒的利润 是50% 相当于15万 老板收到红酒的款项后 他将路虎汽车分期36个月 首期8万 每月还贷款5500元 把汽车首期还掉后 这个时候老板手里还有7万 接下来经销商每月 只要能跟他进货15000元的红酒 就能产生7500元的红酒利润 这个钱除去路虎月供5500元 老板每个月还能赚2000元 相当于36个月 躺赚了7万 加上前面一开始的活动 手里还有7万的利润呢 也就是说 这个买30万的红酒 送出了40万的路虎的活动 每送出一台车 就能赚到14万 而这位老板 共计送出了58台汽车 算下来 相当于老板36个月 躺赚812万 这时候你或许会问 那要是经销商每月 拿不了15000元的红酒呢 那老板不就赔了吗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想 既然送出了这么大福利 难道这位老板 没办法让经销商 每月进货15000元吗 但他具体用了什么办法 这个答案先不揭晓 考考你是否真的懂不声音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答案 变得是案例 不变得是案例背后的逻辑